在南京 毛仁凤向沈子交代 这次的暗杀任务是蒋介石指定要他来完成 目标正是副总统 李宗仁 为完成这一任务 毛仁凤单独成立一个特别行动组 很快 特别行动组便做出了具体故事 就在李宗仁家 包括路口开一个小书店 因为书店来来往往人多 他实际上是监视李宗仁家的活动 而且沈队他们亲自找人 把那个房子的平面图弄到手